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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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周边秩序严重混乱 乐山消息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法院将在4月7日开始开庭审理四川围群人士黄小敏 鲍俊生 刘继伟 曾礼 杨九荣 曾荣康 徐崇丽 颜文汉 姓清贤 陆大春等10人 黄小敏等人被指控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据维权网星期二报道 去年2月23日上午 四川维权民众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外用铁链自发将手锁住 呼喊口号抗议法院司法不公 此事发生后包括黄小敏在内的11人被捕 北京消息 失踪多日的北京围群人士阳光公益发起人刘安军 星期二终于回家 刘安军向民生观察工作室表示 他对十多天被关在何处一无所知 而绑架人员曾经当面威胁要让他消失 据维权网星期二报道 4月5日下午浙江省舟山市戴山县村民杨维波被非法关押 在戴山县中共党校内 杨维波陪同父亲到北京做身体检查 他于4月3日上午前往北京八宝山公墓扫墓的时候 被北京警方控制并被送到马家楼的黑监狱关押 不久杨维波又被浙江省驻京办押为戴山县 据报道地方政府关押杨维波的理由是他非法上访 但是看守杨维波的人透露说 控制杨维波是上面的指示 可能与上海市博会即将召开有关 纽约消息 上海维权人士胡燕日前到联合国纽约总部上访 旅本营运人士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和澳大利亚中国名誉人士潘琴等 十多人到场声援胡燕 杨建立、潘琴等陪同胡燕将至联合国的上访信 递交联合国工作人员 胡燕表示他家在上海市普通新区的房子被政府抢拆 建了世博会中国会馆 政府没有给他一分钱赔偿 胡燕表示上海市博会官员张新华开了首令 让访民到联合国上访 台北消息 上海市市长韩正率领上海政府代表团星期二抵达台湾访问 据台湾的中央社报道 韩正表示欢迎台湾人到上海参观世博会 也对他此次访问台湾表达高度期待 张家岗消息 江苏省张家岗市300多名医护人员 星期二上午身穿白大褂出现在张家岗市委市政府门前 对该市的一改政策表示抗议 抗议活动持续了五个小时 以上就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简要新闻 我是饶一鸣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